生個孩子有這麼難嘛 吃這個信那個的 哎呦天了 就豬生的那個朋友 堅決不能信的 我跟你說 讓我拉了三天 那他們都是心急的 如果不是 都不用聽完那些東西了 那就是個騙子 這個你們都信 我跟你說 哎呦 不過那個騙子有句話說得是對的 現在的人壓力大 身體差 小蝌蚪活力不夠 小蝸 你這樣說 就是我們三叔有問題了 你傻的 他還恨子哥哥啊 這麼大個那個女兒都 是呀 我可沒這麼說啊 不過看著他呢 倒是蠻精神的 那倒是咯 不過話說回來 現在外牆中間的人也蠻多的 難不得要是皇妃的問題呢 是不是 沒關 這都說不定了 以前皇上三公六院七十二拼妃 但有幾個給他留下香火的 那不如給他查了 這就對了 是吧 有病嘛就治病 那生孩子呢就是當 說難也難 說不難也不難 關鍵之外 開對方吃對藥就行了 不是 這這玩意咋開口呢 我們總不能說 我們懷疑他們那玩不行對吧 你們說不了我去 我在聚會是負責計劃生意這塊的 我去送 是呀 拜託你… 不怪你… 你跟他說就不一樣了 不怪你 我們一起來… 你們留步好不好 你個大男人跟你去幹什麼 我去就行了 我扶負 坐下… 你怎麼樣?你欠不欠誰呢? 答應了 是呀 真是發生火了 厲害… 不客氣吧, 何時去呢? 明天就可以去 當天就可以拿到壞人家庭 這就好了, 謝謝… 快打不出來吃飯 這都八點了, 養公婆還不回來 該不會真有什麼事吧? 不會的, 就算有事也不用怕 有病就看病, 有樣就吃藥 是呀, 我聽到八婆說 有些夫妻是沒有子女的 有病也治不住了 你這樣不傷也不傷 坐… 回來… 來… 老婆, 坐吧 放菜… 老婆, 我都說的 一隻二隻都是這樣 亂說 真是甚麼樣子 真是, 想問結果又不敢 沒有, 你怎麼會呢? 老婆說的, 吃飯時不准說大事 吃飯… 吃飯… 養公 好 來 其實沒什麼不可以說的 不是自己一家人 不過也不用說了 你看三叔的臉寫著兩個字 沒事, 沒事 是呀, 知道 你和我猜錯了嗎? 要他… 怎麼樣? 沒事 嚇得到我了, 真的 是我 我就… 你怎麼樣? 試試你們而已 你用這種東西來玩, 你沒事吧? 放心吧, 媽子 我們倆都沒事, 很正常 是呀 分析… 多吃一點… 這個東西好吃 吃到這個東西, 不好吃 有沒有動靜? 什麼動靜? 記得肚子 好像沒有…沒理由的 你兩夫妻什麼都正常 有什麼理由沒有動靜? 你兩夫妻呢? 是不是最近天氣涼爛? 你們倆 二嫂 明白了… 我又不是三、四小朋友 又不跟你說了, 明白了 不是呀, 俗語有話嘛 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又哪有不耕耕, 你有菜吃的 真是怎麼我這麼急 回來… 二嫂… 什麼? 你老公呢? 出差了 出差了嗎? 什麼事? 今天下午而已, 剛剛接到通知 那她晚上回來嗎? 回不了, 去山頭 今天你排卵旗 對呀, 你說你今天晚上趕不上 是不是有點等一個月? 是呀 不…我心想, 今晚11點 應該有一把飛機來飛山頭 是嗎? 一個小時左右就到了 我先看看我看一看 二嫂, 明天要上班的 七點鐘飛回來就行了 二嫂, 我不想去的, 你別搞了 只剩一張, 這麼巧 手快有手快沒有, 快決定 退掉它…我不去 退…什麼退? 是不是在錢問題? 如果你不出, 我就叫老爺奶奶 出去, 肯定肯出的 二嫂… 死了, 肯定… 飛飛, 怎麼樣?還是沒有嗎? 這件事准不准的? 不是了,阿飛,不如再去醫院檢查 都檢查過三次了,應該不會錯的 飛飛,是不是你這個精神壓力太大了 你們三個天又說,夜又說 我壓力不大就站起來了 不如這樣吧,去練瑜伽,說瑜伽是減壓的 不是… 飛飛,你不能這麼說 這個人的心態很重要 聽說有個人,他要孩子要了三年 他怎麼都懷不上,結果乾脆放棄了 他心態一放鬆,懷上了 那我放棄好了 放棄,那怎麼行? 你媽媽很不容易才說通了你 你現在說放棄,他能不能順的? 難道真是像大嫂說的那個人一樣 等三年了? 等不等得及?到那時候你年紀大了 又糖尿病,又高血壓,又這樣那樣 Keylokaloo很麻煩 對… 照計,不如… 甚麼? 說吧 說吧 試管嬰兒 不受你情緒控制的,受醫生控制的 不就是借助愛力嗎? 借助愛力就借助愛力了 以後是你自己的腫腫 絕對不會撈亂爸爸、媽媽的 飛飛,要不要站在這塊兒聊一遍 好,我沒問題 不是,只要阿耀都說可以就行了 當然不反對 試管嬰兒… 試管嬰兒不是說不好 但一定要找個很好的醫院了解清楚 老爸,你放心吧 三甲二下一輪不選 當然了,阿耀 要不就不選,要不選最好的 說不定就可以定制嬰兒 嬰兒也可以定制嗎? 報紙有說的,定制嬰兒可以選擇 老爸、老母最優秀的部分 例如阿耀的額頭 阿飛對眼 總之是最好的選擇那樣 怎麼聽起來這麼像拼圖? 什麼拼圖? 報紙還說這些叫做基因篩選 說不定,生兒、生女都可以選擇 生兒、生女都可以選擇 如果你選擇就沒意思了 我告訴你 一定要聽天由命 絕對,媽媽,自己國家的規定 不可以選擇 還有,大哥 你剛才的定制嬰兒 和我們的試管嬰兒是兩回事 現在我們國家的技術 還沒做到定制嬰兒 這兩件事是不一樣的嗎? 當然不一樣,差很遠 因為這個基因篩查 現在我們國內的發展 還沒學到這個學科 我明白了 試管嬰兒就是選擇你夫妻 最好的種子 生什麼樣子,醫生就不負責任 如果定制嬰兒的話 就可以選擇了 就可以生兒女後做美容 說不? 他說他倆長這麼好 還去整什麼呀? 這樣也對 就說吧 就說他有想要來 說得不可 就是對 他說有想要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得着她妈妈这么胖的土壤 对不起 对不起 傻女儿 真的 关你什么事 医院都说了 这些只有百分之五十而已 说不定这玩意是假猫为猎的 她不准的 是的 我觉得合不合格不要紧 老婆去医院正式式检查一次会比较好 我觉得是, 医院才是最準確的 那我陪你们去吧 一次不可以, 两次不可以, 三次不可以 我保你成功 原来阿飞是公寒 公寒一定是难穿床 有阿佑 有阿佑 医生有没有叫你做第二次 她说就算做第二次也很难有 公寒而已, 有什么重要的 最多我就买些人参、绿蓉 再煮些姜醋 奶奶, 你不记得了 菲菲虚不仇保 少少热气而已 她就已经说由牙肉肿痛 又说出暗瘡 是的 你弄好心用, 有什么意浪怀病 怎么办呢 要不去看看中医 不行, 她现在心都淡了 别说出门看中医 叫她逛街也不肯 那我们还是不要刺激她了 有阿佑 生得最好, 生不到就算了 身体是最重要的 不, 你马上进房看看阿飞 我煲好汤, 把碗给她 看这段写的什么 什么香港富国高价聘请 待遇妈妈 其实我认为 应该还有一条路可以走的 什么, 阿飞就公寒 那找个不公寒的 帮她托的就可以了 你说, 找待遇妈妈 行啊 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怎么也好过阿飞到时候 无疑无虑, 孤独中老 好啊, 待会我上网炒一炒 这个网站专帮人推销代任妈妈 那三叔他们会同意吗 先别告诉她 找到再告诉她 慢着, 既然出钱请人代任 是不是应该看条件呢 当然要, 还要宅邮六取 我列了六条, 你们看看 第一, 必须要本科生以上 第二, 二十八岁以下 身高要一米六到一米七 四, 身体健康容貌好 五, 性格温柔皮肤好 六, 还要没有遺传病 来, 我再加一条 一定要有气质 对啊, 这个没错 有气质 不能有胎计 老婆, 胎计那些没什么问题 啥呀, 你说胎计质 万一遗传怎么办 你说遗传在身上还好 万一遗传在脸上 有那个毁容似的 没错 这件事很重要 记得她先, 还有呢 不能有那个扁平族 是, 鸭屎堤这件事很麻烦 你们想参军也没人要 对… 好啊, 扁平族不可以 那还有呢 最好找个北方人 因为人家嫁得越远 品种越优良 老公, 你怎么不说找个外国人呢 那好啊 你想想拖着的时候 已经八个羽怡胶 一出来厉害了 已经世界公民了 哎呀, 大巴 现在是借个肚子生儿子 总的还是阿飞和阿姚两个的 是吗 是吗 要喊你十个条件呀 那三哥他 三哥他可是国家干部 就在外头找个女人包二奶 不太合适吧 说啥呢你, 啥包二奶 是找人待遇 明白了 就是说黄菲姐生不了孩子 所以三哥呢 得另外找个女人给她生孩子 那这不还是二奶吗 三哥他该不会是想连老婆都换了吧 行了行了 越说越离谱了 还不跟你说了 按着呢 这这这这 行行行 那你快跟俺说说 到底咋回事呗 是 是菲菲她体质寒 她怀不上小孩 就想借别人的肚子 怀个孩子 懂了吧 那别人的肚子 长在别人身上 这咋借呀 是这样的 是医院的 把这个受精卵 培养好以后 就放在那个女人的肚子里 然后这样就怀孕了 就是 让别人替她们怀孕 是 那谁肯呢 你还别说啊 大把人愿意的 给钱的 给多少钱啊 十万 按理个喽田一夜呀 那三哥他也肯 那为了有自己的孩子 啥条件都肯的了 再说了 他们以前不还做过那个试管婴儿吗 那是那是 这代孕呢 还可以分期付款 等到孩子生出来了 再给尾数啊 你这还挺会计算的啊 小小姐 你看这俗话说得好 这肥水 它不留外人田不是 你看看俺这条件 俺这皮肤够白吧 俺这够头也可以吧 俺子打从娘胎里蹦出来 这身上连个疤都没有 再说了 你看俺这脚 脚底板直 待会儿 你想干啥 俺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肥水它不留外人田呢 你看你条件这么好 这不用不就可惜了 你想给他们代孕呢 俺可不要十万啊 九万 九万就够了 胡说啥呀你 俺咋胡说了 你好好看看 你看俺长得这么白 俺生出来的孩子 他不是白雪公主 也是白马王子啊 再说了 俺到时候还免费喂奶呢 那可不行 俺们都商量好了 这待遇呢 一定要找外地人 不能找本地人 俺不就是外地人吗 俺们说的这个外地人呢 是指他不生活在广州 他生完孩子以后啊 他必须跟这个孩子 没有任何瓜葛的 我免得夜长梦多 老婆 大嫂帮你做的 雪耳炖莲子 谢谢 干吗 什么 香蓝 上香蓝 小姐 小姐 行了 什么 什么 近日武汉警方 倒毁了一个代人机构 查获非法资金 千多万 真是 真是 很普通的 这些新闻 是啊 怎么做你做公司 记得他 你们两个和公司有什么困难 是啊 没有 看就知道说大话 什么回事 什么回事 别说 就是这样 我们打算找这间公司 帮你夫妇代仁 你为什么要找人帮我代仁 是啊 医生不是说你公寒 说你不适合什么 医生说我是未必得 不是一定不行 就算真的不行 也不可以找人代仁 是违法的 抓了你们要坐牢 那就是了 二嫂 法律条文写得很清楚 你知道吗 是个生母先 可以是那个BB的亲生母亲 是啊 到时候生出来 叫阿菲做妈妈 还是叫她做妈妈 是啊 不是吧 是阿菲的卵子 不是在那个女人生的 不然是官妃找你搞 二嫂 你真是 你怎么搞的 其实我们也是一片好心 想要为你们 如果不找别人不行 就找自己人 反正我肚子有空了二十多年 最多我借肚子给你洗 你说什么 就是 那我不收钱 如果生也是儿子 你放心 我不会认的 我自己有儿子 嫂子 你是不是吃菜药 你是不是傻了 不是,我以为将功补过 你帮我代人 你帮我代人 那到时候那个BB出来 是叫你妈妈 还是叫我做妈妈 还有… 是叫我做爸爸 还是叫三叔 叫… 桑苗禅 你真是不知所谓 不要说他们 我听到也受不了 行…这件事到此为止 不要再搞了 早安… 舒服了… 总算周末可以睡个冷觉 你是不是上班一族 周末对你来说有什么关系 老爸,我说天佑 那臭小子现在还没起床 何止天佑 要两夫妻子都还没起床 不是,九点半了,还没起床 不会有什么 又有什么 又有什么 两夫妻代人不成功 就是打定叔叔,没有儿子生 没有儿子生 没有儿子生 可能会影响夫妻感情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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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装一下 怎么样,老婆 够不够专业 非常非常舒服 想不到我没有儿子生 还有这么好的待遇 老婆,千万别这么说 就算没有儿子生 我一样对你这么好 是不是 老公 老公 如果我们这一生都没有儿子 你会不会很难过 老婆,你不记得了 原生我们结婚的时候 不是打算丁黑的 后来是阿芝芝飞了回来而已 真的不介意 她两个不是感情不好 你放心 你确定 怎么了 你怎么办 谁 芝芝? 什么事 太好了… 芝芝 不跟你聊着 我立刻告诉大家 不停… 芝芝要回来了 什么? 芝芝要回来了 芝芝要回来了 芝芝要回来了? 芝芝要回来了 她说回来了可以不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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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